好了吗 很多人不知道秋冬跑步应该怎么穿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原则 就叫十度原则 比如说今天的温度是两度左右 那我们穿着应该按照12度左右的这个 天气温度来穿衣服 所以我今天穿的是一件 UA的秋冬的压缩衣 然后外面有一件秋冬款的跑步夹克 下身穿一件秋冬运动长裤就好 如果有这样的设计会更好 有一天的饱暖作用 但是如果天气再冷的话就要戴手套了 早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了 拉伸和热身影做完我准备开跑了 待会见 跑完了 在秋冬节跑完拉伸之后 一定要快速的回到室内 防止体温流失过快 如果身体免疫力不是很强大的话 可能非常容易导致感冒 另外对于长期跑步的朋友来说 就一定要尽快补充蛋白质 防止肌肉的流失 黄金的补充蛋白质的时间是在 拉伤冷身之后的20分钟之内补充 早上